中文字幕 李宗盛 第一步把轴穿进去 注意 在轮盘这边 的这个轴是带平面的 这边是死面 下面将这个死轮 对准这个平接面 插进去之后 再装左侧轮子 左侧轮子是一个活轮 注意这边有个小套 活轮是轴成的 直接穿进去可以 完溜 垫上垫片 带上锁模 拧紧即可 下一步将前轮装上 注意前轮上有个卡钩 下一步将这个链条 照进地边上 拧住所以可以 把链条连接上 把链条连接上 完之后调整一下的 飞轮的角度 调整一下飞轮的角度 和前面齿坛通心的 这是 将飞轮的锁紧 将链罩上上 五乘六的螺丝 两颗 等会儿啊 看是不是五乘米 直接击死就可以了 阿尔这边 为右侧脚踏 也就是说 靠在 链罩那边的 好了 开车 L 这边是 左侧脚踏 向左旋转 拧紧即可 拖把松开 调整好方向 然后 插入 插入 头管当中 调整好 旋转快拆 调整好方向 锁紧即可 锁紧板力 用扳手 调整 微刹 前刹车 将刹车皮松开 对准 车圈 角度 锁紧 松开刹车 打皮之后 对准车圈角度 锁紧 罗姆即可 将线拉紧 卡好之后 松开 紧线螺丝 松开 拽一下 拽一下闸线 调整适当之后 将螺丝锁紧 这一板安装 将螺丝锅压上 里面有个压片 锁紧螺母 这颗 咨?! 穗